一年一度的动漫节将于7月26日至30日,一年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,大会今年特撤App Store区域,有40个参展商包括Qt9,手上文化,微信等支出不同的推介手机程式。 第一次在动漫节亮相的Line商务准裁姜元勤表示,现在已经突入了智能手机的时代,纯文字的沟通平台已经不能满足到用户,所以应该做多元的发展。 那我觉得Online跟Offline这两者的在整合在一起的时候,我觉得生活的体验是最佳的,所以虽然是在mobile上,他们通过这个平台上虚拟方面能够沟通,然后可以分享很多东西,不过是如果是这类的东西,如果在Offline上你也能看到,也能体验到的话,我觉得是用户的体验是最佳,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想法,我们就开始做出一些Offline的周边商品。 所以contents方面,像那个卡通漫画或者是character也好,或者是其实我们在实体上,在周边能看到的一些Line的周边商品也好,有很多Line平台上的contents的内容也好,所以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,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更精彩的contents提供给用户。 Line的周边产品可以说得上十分之成功,不同种类的产品也都相继推出,但随之而来的是山寨的问题,总裁对这个问题也都显得十分之苦虑。 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,在街道上已经有看到一些公仔娃娃,Line的公仔娃娃娃,但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,然后就品质方面很差的,但是可能有便宜一点。 不过不是我们保证的品质的产品,那我们为了保证用户的权利,我们还是需要找这家公司是哪一家公司,然后就确定一下这个产品是不可销售的,那我们就多数通过正式的销售渠道来保证有品质的产品提供给用户。 这一点是在台湾,不只是在台湾,而是在整个很多市场都有发生过的一些经验。 为了令到品牌产品较有保证,那也都和本港代理合作,授权对方为品牌拓展商机之外,也都有助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。